继续要来看到这个早片的手法 亲友急要求赚钱 要求赚钱 爱心靠近好家行动 今天有一名经营回口店的富人 听到实在的亲友赢音 无怀疑就回了5万块给对方 事情发生了喔 感觉无伤到 緊急冲告派出所救救 第第半点前来 环境回宿 强了京市消货靠近段 等到账手也没去哪一款 统结消货只欲回5万块 富人真正记得穿着美派出所 拿出货款担公益却骗骗骗骗了 因为他拿货了5万块给朋友 我们会知道这个声音听起来很实在 说是既要求赚钱 要求赚钱的好朋友 竟然是赚骗集团 富人货了钱了喔 突然感觉没赚到 卡电池给真正的好朋友 才知道让骗骗骗了 说是外了手机了 根本就是骗道的保守 富人走到派出所救救 环境冬季立团 力气签下京市消货靠近段 团货银行京吉档的消货 早来差一点白去的5万块 富人他是接到一个假冒亲友 假冒他的亲戚 说他声音很像 那张信夫人就误以为是真 以为这个亲戚就是他所认定的亲戚 然后就把这个款项给他汇出去 那汇款以后 那这笔账款项就立刻到诈骗集团的账户里面 那诈骗集团他总部通知车手来领 这笔款项会有的时间差 那我们警方是立刻在这个总部 还来不及通知诈骗车手联款之前 就把他冻结设警示账户 以避免这个款项被替离 富人几时差够有败有 警方较前京市消货动作回锁 第第半点进来完成 这段时间来 乘手也没把钱贬出来 这5万块只能堆回来 富人可以说是万分的感觉 西新新闻 中来信 嘉义官 蔡航报道